香港電視司機林先生的女兒最近剛滿三歲 愛笑愛鬧正是最年爸爸的時候 林先生卻讓太太把她抱到岳母家 一個來月不接女兒 我很記得是初三那天 香港已經疫情爆發得很厲害了 已經發覺不妥了 就叫我太太湊了她回到外交 因為我們真的是高危人士 你不知道是對著多少個 你不知道她是甚麼人 她是很難力的人 說到這裏我都挺對不起她 因為整個月是沒有抱過她的 她都實話是掛著我的 她越這樣說自己越難過 自2月20日香港出現首宗 低視司機確診新冠肺炎個案後 司機們更是人心惶惶 防疫措施幻揚百出 但葉登低視司機西先生稱 就算做足功夫人會防不勝防 正常乘客上車 是自覺地好像你和我都會戴口罩 但是有很多乘客 她是不理的 尤其是晚上喝碎了酒 情緒高漲的乘客 她一進來上車 就脫口罩 就說話 就打一次 那你怎麼避呢 避不到啦 做事你都有個天職在那裡的 司機是不是 夜晚沒有人的了 現在地鐵又停了 巴士衣都少了 那如果你夜晚有什麼事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都是找我們的 前段時間香港出現口罩荒 很多人徹夜排隊買口罩 林先生稱要上班排不了隊 口罩價格又高 這讓大家的防疫措施很難做足 第一次在沙幾萬派口罩 有個師兄 我見到他不太妥了 他口罩是白色 但已經是灰灰的 起了毛粒 我問他之後 原來他的口罩戴了四天 買不到又要賺錢 口罩還好蓋 他說 九哥 我一天賺兩塊錢 會賣飯 還有哪有錢買口罩 另外第二個師兄 就是上次我們派出手藝 他就說也是戴了四天 一個四天的口罩 你走過去你都害怕的 我自己戴著口罩 都問到那股味 防疫不足 疫情難以控制 防疫足了 我們又山窮水盡 林先生如實說 他稱疫情爆發以來 低市司機的收入暴跌了七成 每日營收只有一兩百港幣 我也聽過很多老航專說 沙士的時候 真的很恐怖 做到十二點幾多點都未夠皮 但是今年追回 恐怕你做二十四消息都未必追到 今次這個新型病毒的傷害力 我覺得是前所未有 入行超過十年的低市司機黃先生稱 自己是倒貼前上班 黃先生上早跟 天天加班加點 依舊入不敷出 我們去到機場 我想都有過八格 沒有這個肺炎之前 大約才排兩個小時左右 已經可以走到 但現在都不行了 要四至六個小時 有時遇到短途 還要補貼 黃先生稱 香港低市司機普遍年齡較大 疫情來襲 白夜帶新 轉行更加不易 只能把低市司機當成終身職業 司機們稱 現在只能心懷希望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 一切恢復如常 始終會過的疫症 第一件事當然是 和我小朋友去喝茶 去喝茶 看看電影 逛逛街 最想做什麼 就是回大陸 逛逛逛逛逛 吃東西 和老婆和女兒 去逛逛逛逛 我就希望可以盡情 和司機老友打便爐 和家人吃一頓 沒有壓力的安樂飯